我们现在要准备去大理了 昨天我们两个聊到了三四点 六七点 就是天还没黑这边那边不是关了吗 天没黑快黑的时候去 你觉得呢 可以啊 就是六七点 保护尔海是大理发展的根基 我在理发上 我渴死了你喝不喝 我可以啊 是你跟我吗 我来吧 我来吧 you just get into your own little space 每次旅行 其实对我来说它是一场冒险 就是你可以 你可以认识新的人 你可以发生不可思议的事情 就比如东西掉了 或者怎么样 都有可能 在家里才不可能 树挪会死 我这个人比较喜欢了解很多未知的东西 我好奇 我觉得这种好奇它存在很好 因为你越到后面 你越这种东西 对麻木 因为你不知道你该干嘛 但这种好奇 它可能会把你带到一个新的领域 你可能会找到更合适自己的东西 而且如果只是做纹身 我觉得那样太无聊了 因为你每天的生活 也就是面对纹身的图 纹身这些东西 我觉得是个傻逼它都能做好 因为你每天都在重复日复一日做这个东西 你还做不好 那不可能吗 就把它当成一个技术一样 对啊 技术可以练的 技术很快 技术练的很快 但是很多文人师他都没有思想 我觉得思想是最宝贵的 就是插这种东西 人家都被铜化了嘛 大家都在挣钱麻木了 你不用去觉得你的技术不好 因为技术这种东西可以练 但是思想是很难的 很难改变的 脸上都晒伤了 估计过两天要脱皮 我们现在去找一个朋友